欢迎在此观看900新闻 现在去中国当地时间4月28日 有关四川传媒大学 两学生4月25日晚 两大学生在教室内疯狂作爱事件的最新消息 在中国的网络里封传一张图片显示 一位长相较好 可以看见水嫩肌肤的女子在当地餐馆坐着 面部有稍微点微笑 上身服饰为吊带款式 显得相关的上身果果格外挺拔 格外大 很多人提到此图片中的女子 就是四川传媒学院教室事件中的涉事女主 不过截止到现在为止 未有足够的相关的资料证明 这位女子就是涉事的人之一 另外从现场的视频对比发现 还是有些差异 因此许多网友表示 这个瓜还得飞一飞 具体有关此事 我们在此前的报道中提到 此前4月26日 有人在匿名论坛发文提到 此前的4月25日 四川传媒学院爆出大瓜 一对小情侣在教室学习双修之术 忘记关端 在隔壁宿舍楼的吃瓜群众拍摄下来 前往迅速传开 然后吃瓜群众纷纷前往该教室围观堵截 并且附上了相关聊天记录 附上的现场视频显示 有人透过窗户观看到对面的房间里 有人正在进行疯狂升华过程的场景 视频中有语音提到 我靠我靠有关四川传媒学院 中国的网络资讯显示 四川传媒学院简称川传 沿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 简称城管独立学院 是一所民办艺术类本科高校 1997年创建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 2011年准备新建 浦江校区位移浦江县赫山镇 2011年学院申报改建四川传媒学院 2013年教育部批准改建为四川传媒学院 播音与主持系 编导与戏剧影视文学系 艺术设计与动画系 新闻系 表演系 音乐舞蹈系 器具影视 美术设计系 摄影系 传播经贸系 影视编导管理系 数字媒体技术系